193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力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消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面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情 现场倒数 5 4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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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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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有道理 我也好久没回故乡了 你和我一起回去感受一下吧 就这样 阿欢和阿母一起回到了故乡 他们住在了靠近森林的房屋里 到了晚上 他俩便守在窗旁看着月亮 听着森林里的各种声音寻找着灵感 你们俩在这里看什么啊 阿姨 我们在看月亮呢 阿欢说过 当明月升起的时候 森林里会有夜莺歌唱 可月亮已经升起那么久了 我怎么也没听到夜莺的声音啊 是啊 妈妈 我记得以前夜莺的森林里 经常会传来夜莺的叫声 怎么现在都听不到了呢 正因为夜莺的叫声好听 所以前些年很多人来这里捕捉他们 现在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少了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我们在这里住了快一周了 也没听到夜莺的声音 这么说 我们再也听不到夜莺的歌唱了 没有了夜莺的歌唱 真是可惜了天上的这轮明月了 你们不要沮丧 在这森林里有一只唱歌非常好听的夜莺 它经常会飞到湖边的树上歌唱 是吗 那我们去那里看看 天上一轮明月 树林中一只夜莺在树冠上空飞翔着 忽高忽低 忽快忽慢 最终它停在了湖边的一棵树上 它抬头看着天上的明月 然后又低头看着湖面上的月影 然后开心地叫了起来 这声音真是太美妙了 是啊 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看着天上的明月 听着夜莺的歌唱 还有风吹树叶的声音 真是太美好了 阿欢整个人都陶醉在这个环境里了 月之故乡 月之故乡就在这森林里 在这月色下 在夜莺美妙的歌声中 一个旋律立刻进入了阿欢的脑中 她轻声哼唱了起来 一旁的阿母也紧跟着哼起了旋律 那只夜莺似乎也沉浸在此情此景中 她竟然也随着他们两人的旋律 欢乐地唱了起来 这一定就是我妈妈说的那只夜莺 她的歌声实在是太美妙了 这是我听到最美妙的歌声 没错 我们月之故乡 可以借她的旋律 那样的话 这首曲子一定会在乐曲大赛中 获得大奖的 哎呀 她飞走了 真可惜 是啊 我们如果能经常听到她的歌唱 该多好啊 可不是嘛 要是早知道在这里 能听到夜莺歌声的话 我们早就来了 现在可好 后天我们就要回去了 只剩下明天一晚的机会 听她歌唱了 要是我们能将这只夜莺也带走 该有多好啊 阿母 你不会也想把这只夜莺给抓走吧 如果能抓走的话 当然好了 那样我们便会有充足的时间 听她歌唱 寻找灵感了 嗯 好主意 明天我就去找阿波 她可是村子里的捕鸟高手 她一定能将夜莺捉到的 第二天 阿欢便找到了阿波 让她帮忙捕捉那只夜莺 你们两个今晚不去湖边 听夜莺唱歌了吗 不用了 我们准备将那只夜莺带回都市里去 啊 你们不会要将它捉走吧 阿欢 夜莺是森林里的歌唱家 你们不能因为要听它美妙的歌声 而将它给抓走啊 妈妈 你不要误会 我们只是想听它的歌声来进行创作 当我们的作品完成后 我们会将它放掉的 是啊 阿姨 我们是不会伤害到它的 阿欢 那只夜莺我帮你抓到了 是吗 真是太好了 阿波 你可真厉害 阿波 你怎么把鸟笼都给照了起来 夜莺在里面会闷慌的呀 这你就不懂了 养鸟的人都会用这种方法 让在龙子里的鸟免受惊吓 慢慢地忘掉原来的环境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就这样 阿欢和阿母带着夜莺回到了城市里 可是离开了森林的夜莺 一直紧闭着嘴巴 不吃不喝 也不吭声 怎么会这样啊 它这样下去会死掉的 不如我们再用黑布将笼子照起来 然后我们再哼唱曲子 搞不好它就会像上次那样 跟随着我们歌唱起来 嗯 现在也只能这样试一下了 阿欢和阿母轻轻地哼唱了起来 没有了山林 没有了风和乐 这曾经美丽的音乐 竟是如此干比 如此生硬 如此丑陋 夜莺再一次愤怒起来 黑暗的笼子里 夜莺在不停地登足山翅 然后快速朝笼子的一脚冲去 朝着黑幕狠狠地灼去 一下 两下 三下 哎呀 它在里面可真不能适应了 动撞一下 吸咬一下 这样下去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阿波不是说了吗 这样关它几天 等它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就好了 夜莺生平第一次的奋力灼急 是在蛋壳里 当蛋壳被灼破后 呈现在它面前的 是一个月白风轻的世界 一个八音和鸣的世界 现在 它又一次接一次的灼急黑幕 它在扣求着自由 寻找着夜色中那美丽的月亮 完全没有感觉 我们写出来的曲调 实在太糟糕了 是啊 我一直在努力回忆那天晚上的情景 湖边 风声 月色 你我在低声哼唱 而那只夜莺也伴着我们的曲调放声歌唱 这才是月之故乡的旋律 对了 说起夜莺来 她今天已经在笼子里吵闹折腾一天了 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去看看吧 诶 她现在怎么这么安静啊 她不会已经习惯笼子里的环境了吧 你看 月亮已经出来了 我们打开黑布 让夜莺看着月亮 尽情歌唱吧 嗯 好的 哎呀 怎么会这样 难道她死掉了 没有 你看 她还在动呢 笼子里的夜莺 闭着眼 抿着嘴 微微地喘着 她听到对话声后 快速睁开了眼睛 她一眼看到了窗外天上的月亮 夜莺像是打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一下子窜了起来 朝着月亮的方向冲去 结果她直接撞在笼子上 然后重重地跌落在笼子里 不行 这样下去她会死掉的 那这下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把她放掉吗 没错 我们得送她回家 只有在那里 她才能活下去 并愉快地歌唱 阿欢和阿母带着夜莺 连夜赶回了故乡 他们直接来到湖边 然后将笼子打开 夜莺 回家了 对不起 我们不该带你离开故乡的 你听 她又开始歌唱了 是啊 只有回到自己的故乡 才能唱出美妙的歌曲 我们也只有身临其境 感受着故乡的风声 尿题和柔美月光 才能写出 月之故乡的曲调 嗯 你说的没有错 阿欢和阿母 再次留在了故乡 他们终于创作出了 那首美妙的月之故乡 并且凭借这首曲子 获得了多个大奖 这首曲子 我们最应该感谢的 是故乡的夜莺 故乡的月 既是我们的情怀 也是那只夜莺的情怀 她自愿为故乡的月歌唱 离开故乡 她宁可死掉 这就是她的恋香情怀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恋香情怀 明明天 这首飞 明天 时奈